别磕下来 尝尝这是新拿回来的茶 是吧 你们请喝茶 不错呀 儿子回来了 这是我上次送的 是 是 是 儿子 挺好 快来来 小阳和你崔叔叔来了 崔叔叔好 小阳好 是不是又长个了 对啊 我真是 越长得越帅 我听你爸爸说 你现在也在临怀中学读书 那你跟我们家临怨就是同学呀 你怎么没跟我说起过呀 忘了 小阳 那你们俩在一块儿 你得 多保护她 你是男孩子 知道吗 会 我一定会保护好她的 我说老崔啊 你就别给她戴高帽了 临怨人家是高财生 那是优等生你的优等生 不像她 进门户 惹什么祸了 小阳多好啊 这男孩子嘛 不就是 他们玩点 调皮点 而且人家玩 还玩出名当了 拿了那个叫什么冠军 什么 我不知道 柔道 对 柔道冠军 你哼什么呀 拿过冠军吗 冠军拿过吗 是啊 咱们儿子哪里说得那么差呀 不过小阳 平时学习要是不忙 都来看看阿姨 顺便给小河补补课 其实阿姨 打住 妈 你要他给我补课 那你还不如杀了我呢 他那大小姐脾气谁受得了 这儿子 真是 说什么的 小阳啊 别在意啊 这小子说话嘴上就没把门了 对 没事 叔叔 林善恒那么聪明 也不需要补课 这你就说对了 我就是那么的聪明 叔叔 那你们慢慢聊 好 我先上去了 好 好 小阳 别在意啊 这小子让他妈都给惯坏了 多好 好 你不是小检察队的 董伟 熬什么熬什么 我不认识她 叶桑鱼 没想到第一天见到她 会是这么可爱的女孩子